我们常常谈绘画里的画风,却很少关注绘画里的观察。 画风虽然可以拆解成线条粗细、明暗层级这些表面的参数, 但一个作品一眼就能看出是谁画的。 归根结底是来自那个艺术人独特的观察方式。 有些艺术人比别人观察得更细致,他就会倾向于画出细节更多的作品。 有些艺术人观察时喜欢处别人更近,他就更可能画出这样的作品。 有些人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别人后脑勺, 有些喜欢观察角,甚至有些太设恐的,人都不敢看,只敢看看场景。 这些不同的观察细致程度和角度,造就了这些优秀的作者、作品、独特的风格。 本期给村民们分享六种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进行的提升观察练习法。 画物同框观察 村长这几年在多尊公坊带过很多很多完全零基础的村民, 发现了初学时一种画画习惯,比如叫他看着参考图,或者看着某个模型画下来, 他会先转头看一眼,然后回到纸上开始画,一画就是好几笔, 接下来好几十秒就再也不看参考了,然后再转头看着参考,觉得啊完全不像, 来回几次信心就崩了,还有一种看一下参考低头开画,然后 咦,刚才看着什么来着?初学时有这类经历的村民举个小手手。 兜兜送你一个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临摹不对,速写不对,都还不是什么行不行准的问题, 而是因为就算看着参考画画时,80%的时间其实是处于没有参考埋头乱画的状态。 初学时正确速写观察应该是这样的,把参考图和你的画布尽量靠近, 如果对着现实的东西速写,那就把速写本立起来,拿到参考物的旁边。 画的时候,眼睛大部分时间应该停留在参考图上,而不是你的纸上, 每三五秒,眼睛都快速地瞟一眼纸,看看大概画对地方没, 然后眼睛赶快又回到参考图上。 不熟悉这种练习时,眼睛经常会偷懒,盯着一个地方就不动了, 提醒自己,眼睛频繁来回切换。 初学的村民先不用考虑画崩不画崩,就挑战不断往下仔细看, 把你看到的所有细节都画下来,强迫启动你真正的观察模式, 而不是以为自己观察了模式。 眼睛左右动起来,跟着村长一起来,一,二,三,四, come on,剪掉眼睛的坠肉。 数数观察。 初学们先不查参考,测测自己天生对于随处可见的细节的观察力有多强。 如果画牛仔裤,上面这种穿皮带的小环,应该画多少个。 我们键盘上Q到P那一横行,Q到P一共有多少个按键。 画运动鞋,穿鞋带的洞洞,大致应该画多少到多少个。 村民们可以自己查询后,把标准答案回复在留言中。 如果三个问题都能不看参考答对,恭喜小主, 你的日常观察力至少超越了70%的人。 我们以为看到了细节满满的时间, 其实我们的大脑大分时间都在自动驾驶, 然后欺骗我们, 我已看到所有细节,只擦你的手不会画了, 甩锅给可怜的小手手。 如果大脑真的看到了所有细节, 那我们不是应该至少画出不会画画的人, 描着照片画,画出来一样的细节程度吗? 从今天开始,刻意注意到, 生活里无处不在的重复排列的那些东西。 数一数这些东西的个数, 养成这种观察习惯, 你就能越来越自由地操控注意力, 分配给越来越细致的观察。 除了观察的细致程度, 观察不同的角度也可以锻炼, 躺平观察。 村民有没有好奇过, 为什么那些婚庆摄影小哥, 经常整个人爬在地上拍摄? 对新郎群下风光, 图谋不轨。 苏格兰新郎吗? 他们是想要拍出一些, 和大马五星照不一样的, 不常见的观察角度的照片。 日本国宝级插画家, 西密子玉口, 教授插画创意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练习方法, 躺在那些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躺在桌子椅子下面, 画躺平以后往上看到的景象。 通理, 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俯身在滑板上, 观察这种状态时, 你家是什么样的。 可以靠近别人家窗台很近, 往上观察人家晾赛的内衣内裤来画, 可以仰面躺在地上, 画小伙伴从你脸上跨过去的样子。 就是越妈见打的事, 就越是高端的观察。 有过六娃六侄子经验的村民举个小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小朋友经常就能注意到一些, 你没有注意到的猫猫狗狗, 和隐藏在花草里的什么图案啊, 这也许是因为小朋友的好奇心,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的大头离地面的高度, 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偶尔蹲下来, 去感受比你矮20-30厘米的女朋友的视线高度, 经常都能发现完全不一样的画面。 注视人体观察 出现人体时, 当我们只有低级的观察能力时, 总会觉得人体的边线就是这样流畅的一根线, 当我们仔细注视观察人体上的局部, 并且在脑海中, 设计本上用线条去勾勒这些人体局部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体的肌肉里有很多交错, 比如村民们仔细注视这里的脖子和肩膀的交汇, 能不能在脑海里看出这条线插入这条线的感觉? Good! 再跟村民们练习几个, 你可以暂停视频仔细观察, 在大脑里慢慢勾勒出这些肌肉之间的交错, 然后自己动手画一下。 这个腿大概是小腿的这些肌肉这样插入大腿的感觉。 腰部这里的交错对中段的画手其实都不简单, 暂停视频用同样的观察方法, 画一画这块地方。 大致是这样插入的感觉。 差不多都插对了村民打, 也最棒! 在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露胳膊露腿的, 语气钉着手机不如抬头注视观察一下周围的人体细节。 只是注意, 注视的时候千万别留喀喇子, 最重要的, 被警察叔叔抓住了千万别供出村长, 因为那村长冬天怎么练习呢? 抓个男朋友绑在床上练! 村民们都有男朋友了吗? 啥?你还没有?快点三连! 今年绑一个能一起练习的! so wait! 凑镜观察 村民们开始学习透视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透视的原理都是教什么消失点地平线, 但买个乐高买个魔方放在桌子上, 其实也看不出什么近打远小的效果。 都是LOL这种平平无奇的镇焦透视, 并没有很多孩子想学的那种大魄力透视感。 其实大魄力透视都不是人眼直接看到的透视, 而是要通过超广角镜头才能拍到。 But, 我们人类的眼睛确实有一个办法, 可以直接从日常的物品上看到更明显的透视, 把眼睛凑近一个东西观察, 特别特别近。 经常在这个状态下看东西, 就能培养出一种大魄力透视感。 而且在这个距离下, 两只眼睛看到的透视角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村长给村民们留一个小挑战, 用手指指着自己的眉心, 闭左眼画一张这个角度看到的手, 然后闭上右眼再画一张手。 这两张画区别之大, 很可能会让你吃惊。 哦, 我问了, 如果我同时使用躺平观察, 加臭近观察, 加人体注视观察, 不就是三倍练习, 三倍升级, 三倍爽。 村长经常说到村民们的私信, 怎么才能吸睛, 怎么画出让人眼前一亮的风格。 觉得自己一定是不会画观感, 不会氛围, 所以作品不出财。 但村民们想想, 当每个画手画出来都是一样的光感, 氛围, 当随便给AI输入一点召唤咒语, 都能给你吐一地差不多的光感氛围, 当观众们逐渐被光感氛围, 愤瞎了, 愤疲乏了, 那哪里还能有什么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独特的风格, 从来都来自大众少见, 而少见来自我们观察的方式和角度和众人的不同。 这些观察的不同, 可以是来自本期《斗友春》节目中说的这些物理上的不同, 也可以是人生经历上的不同, 也可以是世人皆贵女独占的态度上的不同, 甚至只是那些忙于奔波, 匆匆走过的众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缕味道, 一个声音, 一丝感受, 的记忆。 关注加入《斗友春》, 会话遇到问题, 用哈斯坦《斗友春》答疑, 修设召唤村长。 兄弟们, 下次见, saville。 村代替, 村长用回结束词, RTU10, 能借助期间节目用过的所有语言的罪名, 有打架。